这次我们讲讲讲讲华言气 虽然今天就相对就立一点 高位上是4.7 现在就来拉平了 只剩2,000的升幅 4.6这些位置 但都已经是非常之厉害 因为你看到它这个月暂时都升了2成 单月来说就是恒生综合指数当中 500只股份当中三大升幅股之一 如果保持到这个小的话 很有望可以见到就是9年以来最大的单月升幅 其实这只股份之前都炒过一阵 有一下年口冲上去 你见到就是早前出业绩之后 股价已经弹起了 之后回顺了一点 但是这几个交易日又突然很猛烈地升上来 Stanley又觉得为什么会突然走出一个这样的行情呢 最主要第一就是说 为什么会突然会这么理想 都跟大罕法官有些关系 因为你都见到 有些大罕都仍然都抢好它 抢好它的原因 包括都是说它的估值 可能相对比较低的一个缘故 而且你都发现了一件事 因为我看回公司本身有没有一些 可能是比较正面的一些消息 其实你说4月中的时间 公司都跟上海燃气那边 可能有些天然气相关的一些发展一些合作 这个消息似乎大家都看得挺乐观的 还有就是说有机会令到公司可能未来的 可能有些气的销售的情况 可能有些比较大的帮助 所以它的股价 为什么在这一阵的时间 有一些比较好的表现 都不外乎和这两者一定的关系 而且如果你再要赖和市况的一些关系的话 始终这类的板块 也都可以说是叫做割策 也可能是一些 我怎么也叫做符事 利好的板块之一 所以当市况比较差的情况之下 这类的股份反而突然一转 可能股价会相对比较硬朗一点 嗯 的确就是你看到大行的看法 都挺乐观和正面 对于港华燃气 刚才Stanley也提到 都可以和大家看看 因为去年年底 旧经济股开始翻生的时候 花旗就推介过8只股份 看好他们股值低 资金会追入 1083是其中一只 去到今个礼拜初 大和都正在唱好这只股份 形容它是中资燃气股当中 唯一比买入评级的股份 觉得基本因素是很稳健 但股价就相对落后一点 比起同行14至19倍的市盈率 港华现在就自己做10倍不够 就低很多 也都看好投资上海燃气 有助的严慕发展 如果由花旗去年开始唱好 去到大和最近唱好这半年之间 港华燃气股价都升了超过两成 但是劝商都仍是觉得股值是被低估 你现在看到现价市盈率 大概是历史PE9.2倍 比起大行所说的 大约14至19倍 还有一段距离 如果这样说 是不是还能升上去呢 但是两成的升幅 其实半年之间 又跑赢了市很多 苏智信你可以说是没错的 因为的而且 港华燃气股值 比同业来说是相对比较低的 但是为什么会比较低呢 也都是有一些原因 如果你看回过去这几年的时间 港华燃气的盈利的增速 其实不算是理想的 我想你可以说 2018年那年是倒退 但是过去这两年的时间 基本上它的盈利的增速 都是一个比较低的水平 不算是特别高的 还有就是说 如果你和一些其他同业相比的话 似乎 港华燃气的大约的规模 相比较低 我用回那个营业額 作为一个例子 如果你看看 好像这个新路燃气 那样的意思 它一年那个销售 就是那个销售金額 那销售方面 大概是七八几亿的 而这个好像三八四 就是这个中国燃气 上半年的时间 那个销售方面 大概是270多亿的 你看看现在的港华燃气 一年的营业額 都是大概八几亿了 那这个规模上 你真的见到的了 相当来说是比较小 所以就变相之下 为什么其他的公司 可能有一个比较高一些的估值呢 最主要反映了 可能不同的公司 就是不同的状况 但是如果以一个 未来的发展去看 因为你看这些行业 程度上预计 就是说 未来的时间 可能这个港华燃气 那个业务的增速 有机会是会加快 所以你说如果有没有机会 可能令到那个估值 有机会是会叫做 revaluate 就是重股 就不排除这个可能性 那如果讲到燃气股当中 港华燃气 又会不会是估计你的首算呢 因为刚才说 有些大行就将它 放在行业的首算 但是其实 你按一按 其他的记者 刚才有提到 新路能源 甚至是你按一下 潤延的股价 其实走势都不失礼 就是我们讲到 好像港华升得很厉害 其实其他都有些同板块的股份 升得都不差的 是 他们的规模又是大一点的 会不会其他的选择更好呢 其实是的 因为你如果看回 刚刚提到的用言 甚至像新路能源 这些 其实你都见得到的了 过这一段的时间 都有些大行 都是看好他们的 业务的发展的前景 应该说 整个板块 大家都觉得 在这个市况里面 相对会比较强一点 所以你说要选择的话 似乎 就不得这些可以选择 当然 论你说如果股值 它便宜去计算这一样东西的话 那的确实是不太好非 是最便宜的了 但是论前景的话 似乎 你说三百四 甚至像新路元气这些 似乎发展的空格 还是相对比较大 之后 gr因此 似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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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